你好 欢迎收看2月28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二八事件74周年纪念仪式及追思纪念音乐会 28号在花联市的北宾公园树光桥旁和平广场举行 镜长徐正卫 花联县228关怀协会理事长郑一贤 带领着现场民众默哀 并且在纪念碑施展上了百合花 会场气氛庄严 花联二八事件74周年纪念仪式及追思纪念音乐会 28号上午在太平洋公园和平广场举行 幼有音乐中揭开序幕 现代许正卫与受难家属共同出席 现花纪念与世事英灵会中气氛庄严温馨 现代许正卫牵着当时228见证人 目前已经高龄96岁的廖炳胜老师 敲响三声和平中 现代许正卫表示纪念228是为了面对历史还原真相 让台湾社会重新迈向前进 这段历史我们因为的时间而遗忘 而是让所有仇恨对抗以及悲伤化为温柔前行的力量 放下所有的一切 看向太平洋如此宽阔的太平洋 借着微微的海风 让我们所有的仇恨 随着海风而逝 而让我们所有的理解 谅解 包容 传承下去 人本来在一段痛苦的时间当中 如何追求自我的合约 我想这是最难的 欣云大师说 自我合约 人我合顺 家庭和谐 世界和平 我相信在人我合约当中 会找到心中的平衡 而在我们平衡之后 我们会放下非常非常多的不买以及仇恨 让整个社会以及家庭更加的和睦 以及和谐 人与人是如此 国与国更是如此 这是一个惨痛 但是 它却是一个 给我们非常惊心的事件 花联228关怀结合理事长 正确表示 历史洪流几千年 几万年228事件 才能够短短在74年而已 而在74年之间 当时仅是20多岁年轻人 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 郑理事长提起 每一年都在自由广场 举办228纪念仪式 也相当感谢 前县长不困其汉 县长徐真卫 袁绪这份不仅具有历史性 纪念性 以及教育性 多重意义的精神 在这安恨 以及宁静的环境之下 陪伴当事人或遗嘱 相亲追思 记得 Join华春朗